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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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我是你们的地产经纪人小王,王绿洲 今天我们是带大家来看一套在Newport Beach 不是Newport Coast Newport Beach, Big Canyon 这个社区 是一个24小时的保安门禁社区 而且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这个社区比较旧 这个社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 70年代 就已经是establish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子 有一些都是上了年纪的 但有一些呢,它是做了更新 像我们今天来参观的这个房子 它是1976年造的 但是呢,它里里外外呢 都做了很多的更新 包括我们看到它的屋顶呢 非常特别,它这个是金属的屋顶 Metal roof Metal roof的造价是非常高的 它的持久性是很好 它可以几十年,它不坏 而且也不用担心像瓦片被大风吹下来 它这个非常抗风 这个社区出来的房子 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且因为这个社区上了年代 那里面有很多是需要更新的 但是今天我们拍的这个房子 里面的状态是非常的好 它在小区的位置也很好 它是在小区比较靠里的位置 所以是比较安静 在一个codesk的把头 平行四车位的车库 非常的难得 等于是可以停八台车 这个房子虽然是两层楼 但它其实主要的起居空间 在一层就全部搞定了 它有两个主卧 一个在二楼 一个在一楼 也是很适合这种多代同堂 父母在一楼 他会有一个自己单独的主卧 它四车位车库 而且看到它整个是横向过来 没有柱子在中间 这个就非常非常方便 车库也很深 你看一辆Q器停在这边 前后还有很大的位置 包括前面才能放这么多的东西 橱柜 私密性非常好 进来一个前庭 travel team的地面 树种在这边 也有一些园林的感觉 正门是朝偏南向的 你看整个非常的安静 静谧在这里 听到飞机声音没有 你住在Newport Beach 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会有飞机 从社区上空 或者是斜上空这样飞过 Bikini这个社区 已经算是挺不错的了 它不在航道的正底下 而且离航道稍微有一些距离 这是车库的另外一个门进去 我很喜欢它这种透光的车库门 只要是在Newport Beach 你哪怕坐在海边 也是会有飞机的 整个进门 大门是全部玻璃的 它为什么可以做呢 就是我们往回看 没有人可以看得出这个进门的院子 Hello 全部是在两年前做了更新 石墓地板 非常日式的感觉 这个房子不要看它是1976年的 但是它整体的结构是没有动物 基本上都是原来的结构 就是这样的开放式的空间 这边是8尺的层高 整个房子是4房4.5位4千尺 占地13780尺 洗衣房 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 其实这个房子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 就是老房子可以怎么做 其实老房子并不一定是采光不好 你看只要它这种玻璃运用的好 采光是非常漂亮的 看这些橱柜 Marble天然的食材 换掉这种双层的隔音玻璃 一下子房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现在带的层高也是不高 也只有8尺的层高 但感觉还OK 主人还住在里面 所以这很多的装饰 其实都是主人自己的 真的很日式啊 这边玻璃 这里用的出去 我们最近帮客人升级 他做的橱柜就类似这个感觉 有点类似的感觉 但是他这个应该是纯实木的版 NitroStone Double Paint 银丝玻璃 然后是Caseman window Beltron Framed mirror 我之前一直不是很敢用 这种圆木的镜框 我会怕觉得不太plain 你看这种圆木日式北欧这种风格 和传统的砖搭在一起 然后再和实木 也是还可以这个感觉 全新做了这些灯 每间房间都有窗能够看到外面 很有意思啊 他这边都做了小门 让你可以出去这么小的门 圆木和天然食材的结合 如果你用纯天然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它们还是很搭的 所有天然的东西它们都本身就是不会过时的 这是一间个书房 这间书房是不算在房屋的count里面 所以刚才看的是三间小客卧 然后这个房子还有一间主卧在楼上 西房东都现代化的橱柜 白色的现代化的橱柜 加上圆木的感觉 特别喜欢一些隐藏的灯带 非常显高级 这一侧我们还没有看 这边是它底下的一个主卧 自动的马桶 每个窗户看出去都有一个小景 非常日式 主卧的一毛间 它也是很好的利用了这个造型 你看这间房子不是很整齐 是斜的 它就做成衣帽间 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个主卧很深 没有特别的宽 相比于深度 主卧还有fire place 花园很有意思 它有私密的部分 像这一块 在主卧外面 它没有让你看到外面的景观 它就感觉很私密 创造出一个私密的空间 这里是游泳池的装备 这里我们看去绕去哪里 绕到前面 重新做的infinity pool 无边的泳池 它是层几何对称的 底下就是bikini的golf course 是一个私人的球场 当然你不一定要住在里面才能打 但是它是私人的 很舒服 不过这个房子底下 是没有路直接到球场底下的 不过好处就是 你离球场会有一定的距离 你看这边其实很矮 球其实是很难打上来 然后即使打上来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矮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想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做了屋顶的关系 这样球打上来也不会砸坏 这个据他们介绍是bikini的第六洞球场 应该是非常非常难打上 这一侧又是全部由整个树给挡住了 所以它开放的这个区域 它真的利用的很好 就是造了一个游泳池 整个这边看去很开放 然后这里呢私密心又很强 然后我们是顺着这个球场 这个洞是这样横向的贯穿的 所以是不应该能往我们这个方向打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 可以再来看一下游泳池场 这是热水器 这种stonevernier 整个填满整个屋子 然后和这种白色的墙箱结合 有话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主卧 双主卧 房子非常的扁平趴在地上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房子 它是横向的 前门到后门其实距离很浅 但是它横向非常宽 这种房子其实是很显档次的 因为它整个占地是拉得很宽 如果要节省地方 想造尽可能多的房子 一般都是狭窄型的 狭长型的 看来这边是个正三天 这餐桌你看它放的是十人的餐桌 非常的长 现在我们去二楼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 你看它的楼梯多宽 它的edge很高 全部都是custom 它的做法不像普通的做法 这边会有一个楼梯头 它是没有楼梯头的 它整个都是裁出来一块 这边是一片 然后一直到这边edge 然后这边再裁出来一片 不太一样 整体感很强了就 二楼的主要 有个调控层高很高 它非常日式的一个浴缸 日式的盆域 不锈钢 排光也很好很舒服 整个房子就是 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就是你很想住在那里 你就住在那里会很舒服 四房4.5位 403尺 占地是13780尺 要价是780万 主卧的阳台 这边可以看到邻居家 Newport Beach 相比于Newport Coast 位置要方便很多 它是整个基本是在平地上面 你也需要开车出去 但是呢 所有的商业就有点像耳丸 它会更多更密集 Newport Coast 呢出来就是 都要开到这边来 或者开到ERVENT 去做博物shopping 所以不同的 不同的生活 喜不喜欢这样一个日式的庭院 在Newport Beach Big Canyon 一个24小时门禁的社区 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非常难得 虽然是老房子 但是里面全部重新翻新 这种机会真的不多见 我们这次刚刚从日本回来 我觉得日本人这种生活方式 还是不错的 那就是 他们的这个空间非常狭小 局促 但是这个呢 又能满足你美式的 这样一个开放的生活空间 又能得到日式的这样的一个精致 还能享受 南家最顶级的气候和 新港最一流的购物环境 学区 你心动吗 779万5千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来联系我 我是你们的地产经纪人 小王黄利舟 下期再见 Peace out 拜拜